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 三点多钟 马上要到四点了 我家老张去上车库叫车去了 我就在家做准备 那么一会就要接大孙女去了 那么我们每次去之前 都要在家给她拿点小吃的 那么你看一看我准备了啥 看这是准备的塑料袋 一会就用塑料袋给拿 这是买的两种牛肉粒 这一袋子都是给准备的小吃 那么平时上幼儿园就拿一两样 这就是我们上幼儿园要做的准备工作 一会就把它装里头 这样话又说回来了 你说是给孩子拿着小吃 那么我们开始去接的时候真不拿 那么因为我家孩子小时候 不给他吃零食 那么我们在北方 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吃零食的习惯 买这些小零食 这块长沙的人都吃零食 那么就是零食店特别多 一个小区里有好几个零食店 它那零食百花齐放的品种也非常多 我还买过好几次 给我妈呀就是她在海南待这个游戏了 我妈说哎呀人家那小吃呢整的是好 但是呢我们你说的就没习惯呢 但是你说你去接去了你不拿吃的 人家一个班的小朋友 父母啊或者是长辈啊 就像我们的长辈这些 都准备一堆吃的 那么你人家给你孩子 时间长了 我们呢也就到那零食店呢去买了一些 其实她妈呢就是我们儿媳妇 真不愿意让她吃吃小吃 那我们呢就是更不愿意 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人家都给你 你孩子呢就是别人家东西还多好吃 就接着 这个时候你呢也得准备一些 那么人家都给你了 那你也不能说的总吃人家东西 就准备一些 所以说呀就是养成了孩子吃零食的习惯 我觉得这些小吃真是不是太好的 那么养成了 虽然呢在幼儿园四点多钟接了 他们好像是四点十分呢吃饭 吃完饭呢玩一会儿 那么四点五时啊就可以让家长去接去了 那么在幼儿园呢可能吃的饭呢 也不是吃的特别多 那么除了呀这吃小吃啊 就像饿狼似的这家吃的 导致啊我的大孙女本来呀吃饭呢就不是 就是特别对饭呢就不感冒 那么回家呀 很少晚点很少吃饭就睡觉之前 吃点就喝点奶就像昨天呢上我家来了 就没回到自己家 那么呢我们给做的煎面土豆丝卷 完了给放点那个煎面里头啊 放点小酱啊就吃这个特别有咸味嘛 他说好吃吃了一个 后来啊要走之前呢愿意喝我们大清的奶粉 那个味儿有个葱点 完他妈说了哎呀这吃的是最多的 你看要我说的我不赞成孩子吃零食 真的吃零食啊对小孩啊特别没好处 那么我看了很多呀这些零食呢 就是说咱必须都过关不过关了吃的对孩子胃呀皮呀都不好 还是呢成堆吃饭我就比较好 那你看那牛肉粒是人家那个豆酥的也特别好 那牛肉粒也很贵呢好几十块钱一斤呢 那我买了那你昨天呢给他拿几个还拿少了 人家那个一上车的时候还问我呢 奶奶呀那个牛肉那粒有没有了我说没了 你看给他拿五六个 我说你自己吃两个剩你都给小朋友吃 哎就这样的 要我说的现在呀这个孩子真是的 就是这独生子女啊再生孩子 哎那么呢他们其实也是很惯孩子的 你看都养成了就吃零食的习惯 你不吃他也得吃 那么总的来说呀 就说呢哎尽量呢给孩子呀少拿零食 少吃零食 让他成顿吃饭 哎我觉得呢这样比较好 好了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去接孩子去了 拜拜 感谢您的支持下期见